梦想从选择开始 请听听 告诉我你的选择 你确定吗 有勇气就会有奇迹 欢迎来到 惊喜无限的开心词典 开心的梦远 照亮那未蓝色的天 一起风向前 风向前太热烈了 欢迎大家 欢迎现场的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尤其是我们现场的100位答题选手 欢迎你们 每一次当我们开场音乐想起的时候 我总是想跟着唱一下 我觉得歌词显得太好了 开心到永远 对 在生活当中呢 总会有一些我们困惑的事情 那其实有一个生活的乐观的态度 积极的态度 你会发现有很多困惑容易解开 而且呢有很多困难容易克服 是是 生活中的困难我们就不说了 那今天我们为100位选手 制造了6个困难 6道题目 那今天的100位选手啊 要冲击的是最后的1万元的现金大奖 1万元100位选手啊 当然我们有点不好意思 这个奖金稍微少了一点 不不过 1万元100个人分是少了一点 如果说到最后留在场上的 有三位 两位 或者是一位的话 那金额就多了 假如啊 对不起 我先乌鸦嘴一下 如果说我们没有选手达到第6题 怎么办呢 那就皆大欢喜1万元平分给100位选手 每人100元 可以吗 天气太热了 大家拿去买一点气水和冰罐啊 谢谢大家 重要的是分享这个过程当中的快乐 嗯 好的 那好 今天呢按照我们的节目的游戏规则 我们给大家请来了两位帮手 当然这两位帮手 不管是说东还是说西 最后拿主意的是 在场的100位选手 你们自己 我们请出他们两位 来 来 欢迎这两位嘉宾 开心帮的成员 有请关琳 欢迎大家好 李伟健 欢迎 大家好 欢迎你 大望花 行吗 我现在身轻如燕 跑得快 欢迎两位嘉宾啊 现在呢 100位选手齐了 两位嘉宾也齐了 中间还差一个搅和的 你 就我来吧 来 你赶紧去吧 搅和 是吧 掌声 掌声不到一分钟 我不会开口说话的 好了 按照我们的规则呢 100位选手 六道题目 两个选择 一个结果 冲击一万元的答题 答题规则 100位选手回答六道问题 答错止步 答对前进 最终全部答对者 将评分一万元梦想基金 如100位选手全部答错 则将评分万元梦想基金 规则就是这么简单 当然要有劳两位嘉宾 给我们的100位选手 出主意支支招 好了 我们的答题 马上开始用最热烈的掌声和呼唤 为自己加油 好吗 来 我们的第一道题 和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 可能每天 我们都在经历了这样的重复 我们自己并不知道 我们自己也并不知觉 从早上到晚上 然后再从晚上到早上 这样一天一夜就过去了 24小时就过去了 在这24小时当中 我们的身体会发生怎样的 非常细小的变化呢 我们先看一段视频 我们这道题目 其实是跟身高有一些关系 跟姚明没有关系 请各位听题 一般来说 人的身高在什么时候 比较高 是指在一天的哪一个时候 A 早上 B 晚上 对于这个问题 一般来说 人的身高在什么时候比较高 我想问一下李伟坚老师 您方便透露您的身高吗 我的身高当然在1米8左右 左还是右 这差别很大 左多少 右多少 往右是高 往左是低 反正就这么一晃 基本上在2 30厘米左右 从来没有发现过自己 真的 我可能 我觉得可能应该是早上 为什么 因为他歇了一宿了 放松了 这个身体呢 你想一放松怎么样 胳膊舒展了 对了 身体舒展了 对对对 就长了 你想晚上了 你都走了一天了 越走越矮吗 人的身高在什么时候会比较高 我觉得应该是晚上 你们俩不一样 不同意李老师那观点 李老师纯粹瞎懵 我有 你有根据吗 我有科学根据 因为每次去买鞋的时候 人家都说 下午买 你买大了 没事 他那个脚胀 那是胖了 不是不是 我这么想 就是一般下午脚都胀的话 那个也高 晚上你就撑开了 早上有点抽抽 我认为 两位嘉宾的理由都挺玄乎的 你们信吗 有信的有不信的是不是 信吗 有信的吗 有多么微弱的声音啊 信信信 但我们最干信的 还是主考官小鸭 什么时候 人体的这个身高 是一天当中最高的 哎呀 我差点都把 我差点都把这个答案 给比划出来了 请选择 选A的是早上 选B的是晚上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选择的情况 红色是A选早上 绿色是晚上选的B 大多数的人选择好像更偏向于A答案 那我就采访一位A答案的选手 这位选手 38号 站起来 您有多高 1米88 1米88你还是坐下吧 是左右吗 1米88左右 好的我想问一下这位选手 您是多大岁数 24岁 24岁就长到1米88了 对 24岁就1米88了 20岁就1米88了 你这每年长多少啊 最多的一年长了12厘米 就是一年当中长了12厘米 那这个问题 你的答案非常肯定吗 就是选择早上人会比较高 对 好的 它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意见 看看正确答案会是什么 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和 特别多的这个试验的观测 人的这个脊椎的椎间盘 它是一个弹性组织 它是有弹性 它是有伸缩的 经过一天 自己体重的压迫 然后这个脊椎的椎间盘 它会收缩起来 那么睡过觉之后 休息过之后 平躺过之后呢 它又会稍稍有一些复原 早上呢 人体的长度更长一些 恭喜选A的朋友 我们来看一下100位选手 目前有多少位答对了 83位 恭喜大家 所有答对的朋友 每人能够获得的金额是 120元 别小看这120元 这仅仅是第一题 我告诉你们 到了我们最后一道题 就是第六题的时候 这个数字会成倍的增长 所以你们要努力 奋勇前进 好吗 成为最后 笑到最后的那位选手 好 继续来看你们的第二题 再接再厉 来看第二题 首先我们要看一段视频 他们以前在大自然生活 就是比较自在 就是想做什么做什么 但是到我们这里来了 天吃的量就是比较定 就是一天都在四五公斤左右 但是在自然界 一天吃到四五公斤 也许第二天就没有鱼食 自由肯定没有以前自由 但是温饱问题不愁 我们的题目是这样的 请听题 视频当中的海狮 可以完成下面的哪种动作 A 用单一前肢支撑站立 B 在陆地上 做前空翻 这个问题呢 我想请问一下 关琳小姐 这两个动作 你可以完成哪个 这两个动作吗 你算问对人了 我是哪个都完成不了 这挺难的 可不吗 单一前肢 就是对人来说 就是一只手 撑着地 这得学过功夫才能会呢 第二个 陆地上做前空翻 就是空跳 我感觉还是第一个 相对来说更简单 对于海狮来说 因为我好像觉得在 那个动物乐园里边 海洋公园里看过 他们这种表演 第二个我觉得好像没看过 就把自己团成一团 还空翻 空翻就得离地吧 你没看过 那我让李伟坚老师 给你表演一下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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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谁说我能来 李老师您看 您觉得他能翻吗 这个 这两个动作 我认为 你别看观铃不行 海狮都行 观铃 海狮比观铃厉害呢 对 你别老拿我 不是 因为我觉得你们体型都差不多 你是谁的 你能夸我呢吗 不是不是不是 这个是这样 让您答题呢 别老打算 让您答题呢 这个我感觉 其实我能 我能也答第一个吗 因为我觉得第二个 真的是太难了 空翻这个事 到经济院 当然 他们都翻跟头 讲究那种空翻 都不见得都行 你已经选择了A答案吧 我们就让李老师 选择B答案 他必须给出一个充足的理由 万一那天他喝多了点 哗一下过去了 那真就过去了 对有可能 真过去了 是吧 我特想知道 你觉得海狮会喜欢喝啤酒 还是喜欢喝二锅头 我估计是啤酒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啤酒度 还真是啊 单一前肢支撑站里 是A 在陆地上坐前空翻 是B 来 大家请选择 这题之后 我发现大家的表情 都有点严肃了 赶紧看一下 大家选择的情况吧 我们看一下 我们要恭喜所有选A的朋友 恭喜你们 我们再眼见为时 看一下这段视频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恭喜大家 100位选手第一题 还有83位 那么这83位选手当中 还有多少位选手回答正确呢 67位 这样算下来的67位选手啊 你们每个人能够分到的奖金 是我已经猛掌到了 149元 恭喜大家 还有上升空间啊 接下来这道题呢 特别有趣 我们首先呢 要请上几位嘉宾上台 掌声有请上台 你们两位是来自于哪里 我们来的少林寺塔沟武术学校 想问一下 站在旁边的那一位 您肯定不是塔沟学校的 您是老师 健身教练 各位请听题 接下来我们要请现场的健身教练 和少林的武僧来比赛 做俯卧称 请问在30秒当中 同样的时间当中 他们俩谁做俯卧称 会做的更多一些 A 健身教练 B 少林武僧 这个题真的没有标准答案啊 也就是说你们看好他们 看好谁 谁出的题这是 这个 谁是主考官啊 这怎么能出这样的题呢 小雅你怎么能出这种题呢 这也太远了 这样吧 给大家一个参照 我们请健身教练来展示一下 你做俯卧称的这个水准 海豚 海狮 这个人家也会 你也会这个是吧 来试试 这对他来说就太简单了 哇 好了 大家都展示了一下了 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健身教练会留一手 他比较低调 总而言之 我觉得这个题出的真是有点难为大家 谁能知道他们谁做的多呀 30秒的时间 请两位来比赛做俯卧称 大家要先选 如果你看好健身教练 你就选A 如果你看好少林武僧 就选B 先问问关灵和李伟坚两位老师 你看好 对 你比较喜欢哪位 我吧 其实吧 我喜欢又高又长 不是 但是后来人家没问这个 还是问做俯卧称 对对 我就说你看好 那我认为那个少林的 武僧 肯定行 他练过呀他 那这位也练过呀 那他练的 就是健身吧 比较广泛 我觉得少林寺练的武术 可能跟这个 跟这个俯卧称更有关 我跟你说 我敢保证 他在健身房里做过 这个俯卧称的次数 肯定比在少林寺里做得多 健身房里 这不就做俯卧称的吗 这人家专业 是吧 我凭一种女人的第八直觉 告诉你 是少林的师傅 要赢 你是女 你是女孩 刘雨晶老师 您那个第八直觉觉得怎么样 我没有那么多 我就是第六直觉 没有第八直觉 那个我先问问小鸭 他们到底是一只手 还是两只手 他们是正常的俯卧称 标准的俯卧称 那我告诉你 这个我感觉啊 健身教练也会厉 为什么呢 因为虽然从理论上讲 大块头不如小块头快 但是呢 这个健身教练啊 今天你得拿出吃奶的劲来 因为这边很多女孩很支持你 所以今天你要加油 知道吗 因为那几个漂亮的女孩说 哇 好帅 她一定很快 您怎么知道 人家女孩支持她 听一下支持她的声音好不好 来 支持刚才那位健身教练的 你看看 所有女孩几乎都 今天你得 从理论上讲你赢不了 但是 有这么多人支持你 你一定要赢 理论上赢不了 我觉得最后还是要看他们俩 究竟比得怎么样 不过按照比赛规则 大家要先选择 选A 健身教练 选B 少林武森 请选择 好吗 看一下选择结果 选择健身教练的也不在少数 差不多 说实在的 选择们 作为主考官 此时此刻我也不知道正确答案在哪里 正确答案在这 我们拿上描表 请他们现场来表演一下 我们现场测试 来 咱们先从健身教练开始 好不好 来 准备好了吗 好 预备 开始 还有十秒 还有最后三秒 好 到 时间到 时间到 目前时间是三十秒 做的俯卧撑的个数是 四十一 我们要请这位少林寺 准备好了吗 预备开始 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一二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四一四二四三还有十秒 不用舍了 不用舍了 还有五秒 不用舍了 还有三秒 还有三秒 时间到 六十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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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就是说你一分钟可以做一百二十个俯卧撑 天呐 达标达得太过了 太厉害了 有人要叫板 也就是我们的五十八号选手赖剑根 是吧 他说刚才那几位做的都不够标准 他声称那个以不标准的姿势他能够一分钟做八十到一百个信不信 信吗 停 你是要来挑战健身教练还是少林武森 随便 我放马过来 口气不小 请问你是何方圣贤 学生 学我称专业的 爱好那个体育吧 体育发烧友 我们眼见为时啊 来 请吧 准备好 准备好了吗 行剧 趴开一点哦 哦 他做的是加币的 标准的 加币的是不是更难一些呢 来 计时 开始 买之士服我称吗 这鲤鱼打挺啊这是 十二秒 加油 十五秒 二十秒 还有最后十秒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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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住 坚持住 还有最后三秒 时间到 多少个 大家数了吗 五十三个 不是我想问一下 知识标准的服务者 我看着像鲤鱼打挺啊 对 这特别像那个 还是 回来吧回来吧 赶紧回来吧 赶紧回来吧 在这里我们要用最热烈的掌声 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 看一下 目前 第三道题 一百位选手 还有多少位 还有四十五位 恭喜大家 恭喜这四十五位朋友 目前为止你们 每个人分到的这个金额 二百二十二元 谢谢 送给你们二百二 掌声鼓励一下自己 相当不错了 参加完开心词典之后 你们还可以有 这种方式来参与到 开心词典现场的答题当中来 其实方法很简单 只要你编辑字母T 发送到1066999933 奥康集团将帮助你 实现家庭梦想 同样也要感谢奥康集团 今天呢我们 现场的获胜的选手 可以分得一万元的大奖 当然如果说你被淘汰了 没有答对 依然有机会获得奥康集团 为你提供的精美奖品 马上进入第四道题加油 我们来看这道题 请听题 可乐和橙汁 两种饮料 哪个酸度更高 A 可乐 B 橙汁饮料 哪一个的酸度 可乐和橙汁你最爱喝哪种 都爱喝 都爱喝 可乐高 可乐实在是高 是吧 可乐高 李老师 今天你们俩是联盟吗 对呀你这不像话 你老先问他 他一上来他就说可乐 您来点啥呀 可乐还是橙汁啊 尽管我也想选可乐 但是你揉完我肩膀我突然发现 还是橙汁比较贴 决决染酸是吧 对 因为有的时候吧 他就是这个题就是设置一种 让你觉得最可能的 但是你不去选 这是人的一种心理 当然这里边有科学啊 首先说上有科学 但是当你不了解里边是怎么回事的时候 你肯定会选可乐 就像就像这个关灵这样 他有逆反心理 你越想像是那样我越不选 这样有可能答对 那句话叫什么来着 以什么之心夺什么之父来着 我们导演很直接很简单 你别把我们导演想那么坏心理 对就是可乐 那你这个就是可乐 但我没有否定 就不让他可乐 你们俩别吵了 你们俩别吵了 因为你们俩再吵 决定权不在你们手上 你们身后的答题的选手们 你们自己思量思量 他们俩有一个是对的 是谁 大家来选择一下 A 可乐 B 橙汁饮料 哪一个的酸度更高 看一下选择的情况 这是一杯清水 这个凉杯里面是橙汁 这一杯里面大家看得到 是刚刚倒出来的可乐 还在冒泡 那接下来呢 小妮把测量器拿来吧 大家好 我手中的这是一个测量器 首先来测一下橙汁好不好 来我们把这个测量器放在橙汁里头 来看一下它上面数值的变化 现在是3.4 3.2 3.1 3.0 3.0 2.9 这个变化的数字是PH值 2.9 2.9 还有还有吗 2.9一次 2.9两次 2.8一次 2.8一次 5 来你要保持它一个稳定的高度 我手抖没办法 3 2 1 pH值为最终落在了2.7 好我们要在清水里把它涮一下 把这个橙汁的这个残留在上面的这个液体 把它洗掉 好再甩一甩吧 太夸张了 接下来我们要看看可乐它的pH值是多少 降到了1.6 pH值和它的这个酸度呢是成反比的 pH值越低它的酸度就越高 所以要恭喜选择可乐的朋友 恭喜 100位选手当中经过了4期的回答 目前还有33位 恭喜大家 33位选手每人将分得的金额是303元 掌声送给自己鼓励一下 第5题在发题之前我们要看一段视频 一起来看大屏幕 当有一天我变成大肚男 你是否还会爱我依然 我觉得这金丝猴啊 简直就是霸气外露 你看他哎呀呢打得哈欠 多霸气 最重要的是他坐在那一副富贵相 为什么呢 舔了个大肚子 我发现大多数成年的金丝猴 肚子都特别大 非常浑圆 有点奇怪呢 这道题目是这样的 为什么大多数金丝猴会有啤酒肚 A 吃得多 B 运动少 这个能多选吗 以我来看 A B 都有可能啊 不是 我觉得这俩是一个答案 他吃得多 运动少 所以他是大肚男 对啊 得结合起来 对 但是我一定要告诉大家 这真的是两个答案 真的是两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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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反着来推嘛 你看李伟金老师 一看就是个没有大肚男的人 那您是吃的少呢 还是运动多呢 我准而消化不了 我是第三个答案 没有没有 我觉得这两个要是比起来 然后我再看着观灵 我有了 你别老看我 我有了 你连海狮也看我 猴也看我 都是我不合适 我看别人 以后别去动员 直接上观灵家 我有答案 我觉得猴应该是运动的不少 他肯定是吃的多 吃的多 OK 好 观灵你是吃的多 还是运动少 反正你 他们夸我的时候 说我吃的又多运动又少 我觉得 其实我也觉得 可能应该是吃的多 因为有一句话就是 胖子不是一天吃成的 所以他应该是不停的吃 才能吃出一个啤酒肚 嗯 就阿喵喵喵喵喵 这算你的体会吗 而且吧 猴好像也是杂食动物 但就冲李伟健老师 今儿对我的态度 我敢 运动少 不是 嘉宾之间都已经掐起来了 运动少 运动少 我觉得李老师观点就是错误的 他歧视我们这类人 不是观点 咱俩可以统一一次 你瘦是因为你消化不好 我们负责是因为我们消化的好 没浪费国家粮食 我们都体现出来了 好好好好好 我们就选运动 运动少 吹哨了吹哨了吹哨了 反正就选运动少 团结 我也不知道因为什么 就是要跟他对着 但是我发现他们吵架 有吵的好处 就是在他们争吵的过程当中 提供了很多的信息量 对于我们厂商的选手来说 非常宝贵 可以值得借鉴 好 你可以仔细地借鉴一下 来看看 不管他们俩怎么吵 主意还是大家自己拿哈 A 吃得多 B 运动少 是哪一个呢 请选择 好我们看一下大家的选择情况 选吃得多的朋友 明显多于选运动少的朋友 金丝猴呢 它是一种 特别有个性的动物 它能吃素 它主要以树叶为主 得吃很多 才能攻击它的需要 所以它总是吃很多鼓鼓的 而且加上这个树叶很容易发酵 所以它的肚子就鼓鼓鼓 就鼓成了啤酒肚 恭喜选择A的朋友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100位选手 还有多少位选手呢 目前还有22位选手 祝贺22位选手啊 现在你们每人即将分得的奖金 454元 祝贺你们 好了 现在呢 场上一共还有 22位选手 在这里呢 我们要给观铃和李伟健 两位老师出道难题 您是一个有爱心的人吗 这话还用问吗 肯定比爱 就像你对我这态度就没爱心 肯定比观铃有爱心 有爱心 你不照顾小孩 要知道你们谁更有爱心 就必须参与这个环节 接下来你们将会每人 选择一位自己最看好的选手 如果这个选手 在节目结束之前获胜的话 也就是说拿到奖金的话 你们将会得到 5000元的爱心基金 但这5000元你不能自己花了啊 之前你得给有需要的人 给有需要 有需要的人 爱心基金 对看你们谁能最后获得这个爱心基金 好 您先选 看看现在场上亮蓝灯的朋友当中 您觉得谁会挺到最后呢 最后是吧 这边也有啊 那边也有 那美女像您招手呢 看到没 哪个美女 那那一个逃女郎 你好 那眼神你看 再垫一下 垫一个 来来来 你们可以穿插一下 看我师父不能不选她了 你动会动会 人冲你招半天手 李老师对你很有意见 你那边去吧 不是我当着她吧 我就不好意思 你 回去她到时候跟我没完 你们俩啥关机啊这是 我靠嫂子去 您过去吧 我给您拍下来 就这么定了 哪个 就那女孩了 几号 多好 一号 十九号 十九号 多吉利啊 好我看看这边 戴眼镜这位 大哥 看着很斯文 谁都叫大哥呢 你不会问人家年龄 你学什么专业的 我在中国音乐学院 学小提琴 中国音乐学院 中国 中国音乐学院 学小提琴 你这综合知识行吗 什么意思啊 很多都是常识性问题 常识性问题啊 再加上我这个第八感 第九感 第十感了 你也有八九十感啊 你们俩还让我想了 就冲我们俩都有八九十感 你是我选的 关联 你像我们这儿属于一见钟情 你那儿 还没完没了的 哎呀我相信 我觉得这两位老师 已经严重误解了我们 我们的本意啊 性爱心 是性爱心 这不是性 不是找对象 不是找对象 回去回去 你想在这儿把个人问题都解释 不是我以为那是非上误扰那灯 好的 让我们把掌声送给这两位选手 祝愿他们能够坚持到最后 好吗 来面对你们的下一道题 这是第六题 也就是本场比赛 我们给最后的二十二位选手 出的最后一题 接下来我们这道题的比赛呢 就是人和海里的海象 他们要来较量一下 要比赛一下 谁跟海象来比赛呢 比赛者就是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人类的优秀代表 我们人类的优秀代表 派你们去跟海象比 请两位嘉宾起立 是让我们把他抬上来 我们这就得下海吗 你们不用下海 现在我们给大家出的题目是 仰卧起坐 我们要来比赛一下 你们两位和海象同样做 仰卧起坐 谁会赢 那这个我们就派出身材最好的 李伟健老师 你不身材好 你不瘦溜吗 你去跟海象比去 不是 这个 这个我跟他比 你不说我 啊 又胖啊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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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有没有 妹妹妹妹妹妹妹 那个什么我没有那个意思 你们这个比赛恐怕也就是 就是分量体型的相当 才能在一起比 你像我这往出一北 今天我们是无差别格斗 当然我们也 仰卧起坐你瘦溜啊 咱们让大家决定谁比 啊 我们可以这样来比 其实我们在做仰卧起坐的时候 是需要合作的 所以咱们可以合作 我给你按着 我给你按着 谁来按 谁来过 你当那垫子 你当那垫子合适 来吧来吧上台吧 按照我们的要求 我们会用秒表来记录 15个仰卧起坐的时间 然后呢 再看海象是花了多少时间 这个按的不如观铃 您跪啊 观铃你跪着按 你确实想起我来了 这是我们的25号机师 嗯 准备好了吗 好 开始 一二三走 三 四 加油 五 六 七 八 十秒 九 再来 十还有五个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最后一个来 十五 好 总共耗时 二十 二秒 不是我这个吧 你知道我要是赢了 我做了一个人应该做的事情 哈哈哈 如果我要输了呢 我还不如海象 这个事输赢好像都不太光 反正要不然您就比动物强 要不您动物不如 所以在看过了伟健做这15个仰卧起坐之后呢 我们要来看这道题目 请听题 请嘉宾和海象比赛做15个仰卧起坐 我们的嘉宾就是李伟健先生 那么他们谁花的时间短 A 是伟健 就是我们的嘉宾 B 是海象 大家请选择 我们看一下大家选择的情况 选A的朋友稍多一些 现在二十二位朋友当中 有多少位选了A呢 林老师 也就是选择了伟健 您看这边您支持那个呀 就是 人都不选您 好 这出现了一个出发情况 人都看不上您 抱抱抱抱 我真不是挑事 我告诉你 根本就不支持您 根本不考 你不要挑拨理解 我想问一下这位19号选手 你为什么 人家李伟健老师那么看好你 你怎么就看好不了他 就是你你怎么骂老师 你说的动物不如 没有我觉得那个动物 可能都是经过训练出来的 我觉得他 李老师也是经过训练的 李老师这个动物 没训练吗 对 我觉得动物可能都是 但是经过像饲养园呀 或者是那些 动物园呀的训练 可能要稍微好一点 您更信任这只海鲜 是吧 您知道李老师 现在有多伤心吗 没有 不伤心 我觉得如果他今天答对了 因为我能得到5000块钱 这种爱心的基金 我觉得他没准选择是正确的 就是你自己都不看好自己呗 你错 那我问你这道题 你选嘉宾 A还是选海向 B 反正我选海向 如果要是你做 我肯定选海向 那现在是你做呀 别吵了 我当然选我自己 你选自己 选海向 找一位支持 并看好李伟健老师的选手 发发言吧 呃 那位是不是 我觉得海向肚子那么大 在水里 他怎么可能起得来呢 这位嘉宾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大家在看伟健老师 身手敏捷地做仰卧起座的时候 会很怀疑 海向难道能够超过他吗 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 谁胜谁负 我们只能眼见为时 我们一起来为海向做仰卧起座来计时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李伟健十五个咬卧起座 耗时二十二秒 那么憨态可居的海向 会有怎样的成绩呢 水里错不了 我准备了啊 哎呦很鞠躬呢 哎呦太美了 真妩媚 哎呦太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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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掌声了 我多想李老师 哎呦太美了 哎呦太美了 好开始了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注意计时 一开始 一 二 三 四 加油啊 来一起加油好不好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加油 十二 真不容易 十三 十四 最后一个加油 十五 还鼓掌呢 你输了 你还鼓什么掌啊 哎呦哎呦哎呦 这嘚瑟的 这嘚瑟 来来再来一个 我们看得出来 这个海向有点惭愧哈 尽管长着长长的牙 比伟健的牙长多了哈 但是从这个 他表演的过程当中来看 他的时长 根据直觉 应该是比伟健的要长一些 究竟长多少呢 小女告诉大家 呃李伟健老师刚才完成 他能十五个仰卧起座 一共耗时二十二秒 非常骄傲地告诉您 您赢了 哎呃海向 他用时三十七秒 祝贺您李老师 您 您赢了一支海向 我太不容易了 关联 知道谁强了吗 李老师对不起 您刚才少看见了 都是我做 其实我们在做这道题的选择的时候呢 有一个小小的参数 因为刚才有一位嘉宾说了 这个海向他的腹部 是有一点啤酒度的感觉 所以他在做仰卧起座的时候 他一定是不像我们人类 有腹肌的支撑 那么的自如 那么的速度的快 当然海向呢 由于他是常年在冰面上生活 或者是在很比较冷的水里面生活 所以呢 他必须要在身体当中呢 积累一些脂肪 帮助他度过这个寒冷的季节 所以呢 这也不能责怪他 一般来说 仰卧起座呢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一下 自己是否是合格 是否能够超过海向 那就是 三十岁的人最好做到 三十五到四十个每一分钟 四十岁的人应该做到每一分钟 三十五个左右 那么五十岁呢 应该努力达到每一分钟 二十五到三十个 所以呢 我们按照这个标准 自己在家练习仰卧起座吧 恭喜选A 选伟健的朋友们 恭喜你们 好了 答题结束了 我们看看一百位选手究竟有多少位 笑到了最后 一共有九位 恭喜你们 这九位选手 每个人将会拿到的奖金数额是多少呢 来一起喊出这个数字 一千一百一十一元送给你们 这里我们要请上我们的两位嘉宾以及九位选手上场 有请 两位嘉宾老师 你们向后看一看 你们刚才看好的选手还在不在 没在 都不在啊 被淘汰了啊 其实我本来看好的是二十二号 结果他一忽悠我看那点 结果他没想到 他都赖我呀 他看好的是海匠 我们特别要祝贺这九位选手 我们更要感谢今天我们上场答题的所有的选手 谢谢你们的参与 谢谢 感谢你们分享如此快乐的时刻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奥康集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我是小妮 我是小鸭 祝大家开心 快乐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